我曾经多次的报告 如果真的是不生不灭 没有生命 我们说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 那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 你能够看到生灭就是不生 生就是不生 灭就是不灭 你把四十真相真看到 这个四十真相你看到之后 你的心就顶了 你的心就安了 一丝毫浮动都没有 你就看到自信 看到一阵阀界的极灭相 本来清净极灭了 那现在呢 现在还是清净极灭 那我们今天社会的动乱 地球的灾病 霸地菩萨看起来是极灭相 我们看起来天翻地覆 他看极灭相 这个道理是不太好懂 我们从一切法动态的速度上来 就能体会到一点点 我们有两步车 这两步车在道路上是平行的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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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度是一样的 那好像看到大家的维度 如果速度由快慢不同的话 那这个速度就非常明显 如果速度由快慢不同的话 那这个速度就非常明显 同样道理 两架飞机在空中平排着飞行 速度一样 你也没看到我动 我也没看到你动 换一句话说 如果有人能够把速度的频率 提升到跟尼赖菩萨所说的一样 也谈之 三十二亿百成年 他就看到每一个念头都不露 为什么这速度平等 他就看到不露 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我会有点免费的感觉 就会有点免费的感觉 我会有点免费的感觉 我会有点免费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